袁立毫不掩饰 采访线上还原与张国立绯闻 当初袁立和张国立是拍摄铁齿铜牙纪晓兰时 有仿间传闻 对张国立和袁立剧组暧昧 张国立的妻子得知这事是跑到线上 为此打了两耳光 为此平息这次风波 袁立甚至辞演了铁齿铜牙纪晓兰3的拍摄 在几年过去 这件事情渐渐被众人淡忘之后 才敢于复出 才与第四部的拍摄 当时的世界穿的是沸沸扬扬 一时间是真假难辨 后来袁立在这个采访中献上辟谣 直言自己和邓杰就是远远见过一面 传闻有一次袁立在饭店吃饭 遇到了张国立 张国立还没有看见他 袁立就直接大喊 绯闻男友 他表示越有事越是遮掌掩掩 没事的才能如此大大方方 有观众瞬间接受袁立的做法 这张国立已经结婚了 当时的袁立也有男友 有的观众却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要是真的大大方方 什么事情都没有 袁立怎么会突然缺席第三部的拍摄呢 毕竟这季晓岚和杜晓月的组合 已经是大胜 莫名缺席 定然是有内容 成为当时的袁立的男友 许薇也是听说了些许的绯闻 但他一开始还是相信袁立的 对徐薇对于袁立可不是一般好 简直是一只千金 则花了800万 买了两套四合院送给了袁立 在生活中对袁立也是十分的殷勤 虚寒问暖的 因为对袁立的这些本文呢 徐薇不仅选择相信袁立 还向袁立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然而 袁立的回答却还是拒绝 毕竟在这之前 徐薇就提出过结婚的想法 袁立却表示再等几天 等事业有了更大的成就 再结婚 如今袁立靠着杜晓月一决 也算是事业有成 然而面对男友的求婚 又一次拒绝 之后这徐薇彻底 对袁立彻底是死了心了 两人分手 徐薇后来是娶了 平坦一姐张一宁 而袁立却连续经历了三人婚姻 关于此事大家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袁立和张国立事件 有什么关系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